I'm waiting, 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大众占卜的题目是 他会为了我吃醋吗? 如果说他吃醋的话 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呢? 台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有左至右 一、二、三 选好了吗? 我们开始咯 首先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 第一组排毒的朋友 在验证排的地方 你对于这一段关系的想法 首先我们来看到在神语卡的地方 所想要给予你们的讯息 想要告诉你们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放开你的麻痹 一步一步的放下你的负担 反应灵命 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有时候我们会害怕前进 这是自然的 改变是很困难的 如果我们在担心 如果我们鼓动 改变 可能发生事情之前 受到伤害或失败的话 也许我们认为 才一回而水 更容易 更安全 我们没有对我们真正渴望的事情 采取快乐的行动 例如书写 或者是进行学习 接受新工作 或寻求更好的关系 而是畏缩不前 停滞不前 没有采取我们能够采取的步骤 所以我们停滞不前 不成长 这个月向 鼓励了我们拥抱行动 行动是人类的一部分 我们不是为了躲起来 而拒绝开花 所以因此呢 在神语卡会希望说 你们这时候随时 可以将你们心中 所想要去完成 或做的事情的话 就可以开始去采取行动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到说 在验证牌的地方 就是你目前呢 对说这段关系 是什么样的一个 想法 好 这边的话 我们抽到的是 保健适者的逆位 首先在保健适者 逆位看起来 似乎其实 你自己呢 本身会有一点畏惧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点害怕 说得知这段关系 会不会有个 突如其来的改变 或者是说 得知对方 他一些可能 比较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会比较担心 是不是他 会有很多 你所不知道的那一面 那有可能在最近 或者说在 你们更早之前的话 应该有 突然觉得 对方 他现在的这个状态 或说可能他现在 表现出来的样子 或说可能他最近 所说出来的话 对于你来说 会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 有一点陌生 或说好像不是 你们曾经 所认识的那一个人 所以因此 在目前的你的话 会比较害怕 甚至会希望说 可能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以现在目前 彼此所相视 所熟视的这样的一个围主 甚至有可能 你们最近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秘密 或说可能 什么样的心结 心中的话 是不想要被他知道 而你们是又不小心 跟别人说 或者是说 你们有不想被别人 给知道一些的事情 会比较怕说 这些事情的话 会突如其来 会去影响到 你们的这段关系之中 那看到旁边的 圣杯皇后的阵位 所以其实现在你的话 会一直不断的 或者说是 由你自己主动 来去 应该说来去迎接 或者是说 来去经营 你们的这段关系 也就是说 其实你一直不断的去 以最有耐心的角度 或者说你一直不断去 把他最喜欢的 那个样子呈现出来 或者说可能对方 他会认为 他可能现在需要什么 或者是说 他现在需要有人陪伴他 或者说需要金钱的资源 又或者说需要有人 可以倾听他的 内心中的声音 然后你就算再怎么忙 你都会放下手 别人失误 然后去好好听他说 然后去安慰他 就算你觉得 你自己再怎么样的累 但是你觉得 如果说能够给予对方 更多更好的感受 或说能去为 你们这段关系 带来更棒的发展的话 其实你会非常愿意 或说会非常投入 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 甚至有一部分的人的话 很有可能对方 他现在也是 以同样方式去回报你们 或者说可能对方 现在最近也都一直会 去在乎你们的感受 或者说会去在乎到 你们的想法 然后他自己会去做 这方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事实上 目前的你的话 在这段关系里面 会觉得说 不仅你自己 有付出很多爱之外 那对方其实有 同等价值的方式 去回报给你们 但是因为我们旁边 有出现一张 保健适者的正位 对于保健适者的逆位 所以表示说 很有可能 你们自己会认为说 会不会其实 这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 然后甚至也会希望说 两人之间的这段好感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很好相处的状况之下 不要有那么多 或说那么快的一个改变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也有抽到一张 魔术式的正位 所以目前你们的关系之中 或许呢 现在是采取 跟以往不一样的相处方式 有可能你们目前 现在两人之间 相处的状况的话 算是非常的有好感 非常的快乐 或者说两人之间 很喜欢那种打打闹闹 或者是说对方很常会用一种 不同方式来去取悦于你 所以事实上在目前 对你来说的话 会认为这样的关系 目前呢 因为有点太过于美好 所以反而不希望有做出 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会希望说就是继续维持 再这样下去 但是你又很担心说 对方是不是就会不愿意去 就是说去给予你们这段关系 一些的承诺 所以你会非常在意 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的话呢 就选到这组牌组的 验证牌部分 如果说有符合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就说那么对方的话 会为了你们而吃醋吗 那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塔牌的正位 好看也似乎这个人 他本身呢 就是情绪上 或者是说各种想法上面的话 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害怕说被别人给背叛 或者是说害怕 生活之中突如其来的改变 又或者是说蛮害怕被别人给抛弃 甚至呢 也会很担心说自己 可能原本的 心中的那种所谓的安全感 会突然的崩裂 所以事实上有可能 这个人曾经应该有遭遇过 蛮多被别人给伤害背叛的 这样的情况 所以导致说 其实这个人他会蛮担心说 生活之中有发生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那或者说可能别人有对他讲出一些 可能比较是负面的话 或者是说是一些 比较让他觉得是在否定他的话的话 他可能就会认为 自己在这种关系中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站不住脚 所以其实这个人会比较有点像是说 惊弓之鸟的这样的个性 所以因此呢 如果说当可能你们之间有 关系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动 又或者是说 可能你自己在关系中有做了什么 会让他觉得比较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那么确实他 痒痒会觉得说 其实以整体排面上来看的话 他反而比较不会是有一种吃醋的感觉 而比较都会像是说 是不是他哪里做不好 或者是说他自己 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 或者是说他会开始先去反对他自己 或者说会去否定他自己 但是他这种否定的感觉 他会只是先放在内心之中 然后他的内心里面 会有很多混乱的场面 或说会一直不断的翻盆 然后或者是说会有很多 让他觉得比较不舒服的情况 但就算他再怎么样子去 心中很多的不安 或者可能很多的不愉快 但是他反而也不会去打草惊蛇 也就是说他并不会马上去找人吵架 或者说不会马上跟你说 他反而会慢慢去收集资讯 然后一直不断去揣测 或者说去测试你说 你是不是真的讨厌我 或者说你现在是不是有做了什么 然后我现在可能很吃醋这样子 那可能当他有一种 这样的情况下之后 你会发现到说 他怎么现在的这些行为 跟以往不一样 比如说他很容易会没有自信 或者是说他会一直 比如说滑手机 或者说可能会一直跟你讲一些新的东西 或者说可能会跟你讲一些很多类似的案件 然后天天看你的想法 他就知道说你现在是不是这么想的 例如说如果你最近特别喜欢某一个外型的人 跟他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对象 特别对那种人有好感 或说对那种人特别好的话 可能就会跟你讲说 你最近觉得他怎么样 或说最近他跟你之间相处的如何 又或说你们是不是最近有一起出去玩 等等 他会透过一些比较像是提望的方式 那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认为 最近你可能休假在干嘛 或说有没有跟别人出去玩 又或者是说你最近 对于说爱情的感觉的想法是什么 或说你最近想要找什么样喜欢的对象 这种类似那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来去试探说 你究竟是不是还在乎他 或说你最近是不是有所谓的新欢 那其实这个人的话 当他遇到可能你们这段关系之中 有出现一些裂痕 或说他可能有这种吃醋的感觉的话 就有那种心中有那种感觉比较不舒服的话 那么其实他会先以稳固说 你们这段关系为主 因为其他也会认为说你们这段关系也算是得来不易 或者说可能相处上也是不容易的 他并不想要去轻易的放弃 但是他反而呢就是会去看 就是会去揣测 或者说去试探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就是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一个性格 或者说不一样的习惯 然后他可能就会去做这方面的留意 那如果说真的有的话 他就会去调整他自己 然后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反而会让他感觉到说会渐渐产现出这种隔阂的情况 甚至他会想说让你们这段关系就是先暂时保持一点距离 所以看起来试探跟真人相处的话 真的在相处的拿捏上面要非常的好 好那接下来去往下看就说 如果说他真的吃醋的话 他的表现上会是如何呢 那这段话首先在唯一的逆位牌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前币五的逆位 好看起来试探这个人 他应该就是会躲起来了 就是说他并不会马上去面 他并不会去面对 甚至呢他反而会就如刚才所讲到的 他就不会再去坚持你们这段关系 就反而让两人之间暂时保持一点距离 就是让两人之间都是会有相处上的空间 好 这个是讲话比较含蓄啦 就是说不想要跟你靠太近的意思 然后看到旁边的宝剑三的正位 然后看起来似乎就是在对于说 他就会心中很难过或是说会很伤心 但是也看到旁边的前币四的逆位 对不起前币四的正位 所以看到这边就抽到了两张的前币牌 那首先两张前币牌就是意味着说 对方可能在面对于吃醋的这件表现事情上面 他就是非常的含蓄 然后他会买手苦干在自己的工作之中 或者是说在他自己所舒适的生活圈 他会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他反而会有一种躲起来的情况 就是说他并不会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 他真正的平静是在他觉得一个人 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不去想你们之间这样的关系 或者是说他就不会去吃醋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会比较多是一种用逃避的心态 然后就是不会去面对 甚至他会去开始保护他自己 并不希望被任何人来去打扰 所以看起来失误这个人 他在感情之中的话 如果说真的遇到吃醋的情况 反而对方会不容易察觉 会不容易知道说他为什么会吃醋 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在那边笑 就是他看待很多事情可能会变得很严重 或者说反而会变得一些负面的这样的情形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有需要预约 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招中间 第二组牌组的朋友 我们来看到在使用卡的地方 想要告诉我们的讯息就是 决定需要行动 你控制着自己的决定和生活 没有其他人 极其决定了你成功的很大一部分 你会坚持的 你拥有自由意志 这意味着你应该首先 关注自己 避免将自己的意志 凌驾于他人之上 我有意愿做出我需要的改变 意志感觉像是一个 非常过时的概念 在一个现代的世界里 似乎一切都准备得尽可能简单 或者总是有其他人要折怪 把我们的个人意志 持续的放在某件事情上的 想法似乎很奇怪 当我们决定要改变 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时 比如说一个特别消极的模式或坏习惯 打破我们过去的做事方式可能会很困难 改变需要我们集中意志 我们可能想要改变 但正是我们的意志坚持 我们正要走上改变的道路 任性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 这将激发我们获得想要东西所要的坚持 与普遍的信仰相反 在巫术的传统中 从业者并不干涉他人的旧意志 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对人们 施咒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呢 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己 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生活中 想要的东西上 为了有效的运用我们的意志 我们应该评估我们真正想要的 并确保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在神语卡地方 所想要给予你们的讯息 接下来我们来去往下看 就说在验证牌地方 他会就是说 你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 好那这样的话从验证牌 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抽到了 唯一张的正位牌 就是我们的圣杯适者的正位 那实乎看起来呢 选到这一组牌组朋友的你们 目前这样的关系 或许其实你们现在应该 算是跟对方相处 如果说在两人之间 见面的情况下 又或者是说 两人之间都是很有兴趣啊 共同话题的 这样的相处情况下 其实会真的还蛮快乐的 也就是说两人之间 总是很能够谈到 彼此之间都可能觉得 很有兴趣的事情 又或者是说 两人之间的共同兴趣 是能够更拉近 彼此之间的距离 但是却又感觉到说 对方好像似乎 对自己来说 好像并没有到那么的重要 应该说对方觉得 自己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然后反而是把自己都当成 一个好朋友的一个姿态 或者说好朋友的想法 反而会比较看不清楚说 这种关系 究竟你在他心目中 是什么样的一个 存在的情形 那看旁边的 圣杯二的逆位 所以其实当 你想要再去更了解他 或者说去更加了解知道 他最近在想什么的时候 其实这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当你想要去跟对方谈情 想要去建立亲密的关系的话 其实对方他反而会有一点 就想跟你保持距离 或者说并没有 想跟你多说什么话 他反而只会继续跟你 开玩笑 或者说可能会用其他的话 来去解决 或者说来去让你这种关系 变得很有距离感 就是说当你想要去跟对方 经营关系的时候 对方反而会像是把你推开 然后两人之间就是很难去发展 所谓的亲密的关系 那看到旁边的 截字牌的逆位好 看来似乎其实两人之间 相处的机会应该也非常的少 甚至呢 两人之间如果说 想要去开启新的话题 或者是说去 让这段关系变得更进展的话 其实对方好像 反而就是会有点排斥 甚至你们应该也有邀约过 对方很多次 想要去两人之间的单独出去 可是对方好像就一直不断找借口 或者说可能会找各种的理由 他说我可能想待在家里 或者说可能我有其他的约乐 又或者说 其实我真是把你当成好朋友 我希望说 我们是好朋友方式来去和你接触 但是好朋友方式却又让你 觉得你真是把我当成好朋友 应该只把我当我是认识的人吧 想约你出去 想跟你简单吃个饭 都没有办法 就是如登天还要难 就是其实对方跟你之间 虽然表面上相处上还不错 但是其实私底下的话 其实又会太过于说 让你觉得很有距离 有隔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些话如果说验证牌 又符合到你对说 这段关系中的想法的话 那么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他会为了你吃醋吗 那这些话 首先我们抽到的是 命运之轮的逆位 所以其实看起来似乎 对方好像 他应该也没有太过于在乎你们 又或者说其实在对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之中 他好像会认为 就算真的可能你让他吃醋 或说你可能做什么 让他觉得 好像你并没有到那么在乎他 又或者说 你可能你有新的对象的时候 其实他反而也没有那么的着急 然后反而会认为说 那就先这样吧 就是他并不会想去 为了你们的这段关系 去争取什么 甚至他也不会去期待说 这段关系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他反而会去顺应着 就是以现在目前状况就好 或者是说两人之间 或许保持一点距离 应该也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反而会更难去看出 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去在乎你 或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有去 想要让我们赚关系 变得好转的这样的迹象 因为甚至我看到旁边的 保健室的正位 所以等同于说 对方其实他会蛮顺应着 去看待你们赚关系 你会可能想办法 让他吃醋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他并不会想要去刻意的 把持助赚关系 或者说去经营到你们的这段关系 反而因此呢 就让赚关系的话 他就觉得 那他去祝福你 甚至 如果说你来问他意见 他可能会跟你讲一些蛮诚挚的想法 甚至他也可能会认为说 两人之间如果说 现在保持距离的话 那么就这样子吧 或者也可以继续就 保持更多的距离的想法 就是说他反而会用一种 比较平淡的心态 然后会去更加去看待 他自己身边周遭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无法透过 让吃醋这件事情 来去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或者说来去 让他去在乎你们 也可以是说 对方他会比较重视 他自己的生活圈 也可以是说 他会非常重视 他自己的感受跟想法 所以如果说 就算真的有人希望吃醋的话 他也不会想要去 照顾对方 所以有时候也不用太担 他过于担心说 对方是真的 对你只是当成好朋友 因为我们毕竟只是说 对方有没有在对你吃醋 因为有的人 本来就是比较自我 然后同时这个人 或许他个性上面 真的也是属于 比较自我类型的人 也有可能 所以就比较不会对你吃醋 所以不凡 我们可能可以去针对 说对方的性格是怎么样 然后来去做这方面的解读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 旁边抽到的是 保健皇后的另一位 所以对方其实呢 他也不会太过去在乎这一切 但是呢 似乎其实这个人 他可能在过往的感情之中 又受到这方面伤害 然后可能他自己 也会因为过往伤害 所以他可能就变得比较自我防备 所以因此如果说 当有人用这种方式去伤害他 或者说去想要办法去逼他 去证明自己的爱的话 那么其反而会有得到一种 四期得反的反效果 那这个人的话 他蛮不喜欢说 感情之中是需要被考验的 需要被证明的 他反而会认为一段关系 一段感情 就是顺其自然的发展就好 所以因此呢 你们这段关系 如果说你们真的做出 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 或者说可能让他 逼着他 想要让他吃醋的话 其实真的会得到反效果 他反而会顺应着你 然后会跟你继续保持更多距离 会更加去拉开 你们之间这段关系 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行为 所以因此如果说 你们没有拿捏好的话 就是会造成是说 是一种反效果的状况 好 那现在去往下看 就是说如果说他吃醋的话 那么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呢 首先话我这边抽到的是 全战商的正位 那代表说其实当这个人 他可能真的有对对方吃醋的话 他会有点想要躲起来 又或者说他会考虑说 是要离开这段关系 或者说他会给自己一个单独的旅行 或者说想要去离开 原本已经熟悉的舒适圈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 他会比较像是说 这个地方可能并不属于我 那么不妨我就是离开这里就好 就是说下个人可能会更好 并不一定要去单恋一枝花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旁边 也抽到的是圣杯八的正位 所以表示说其实这个人 也算是属于那种 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 因为如果说他真的遇到 对方想要逼他吃醋的话 他可能就会真的去 蛮潇洒的去放弃这段关系 就算可能他心里面 有很多的不愉快 或者说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舍 但是还是会愿意选择放下 就是宁可两人之间的不幸福 就是说让两人之间的不幸福 可以去造就四个人的幸福 所以那不如就让两人分开吧 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看来似乎这个人的话 他对于感情的状况 也是因为经历过很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过往的一个经验 或者说可能过往所遇到的事情 所以他对于感情的部分 反而看得还蛮淡的 所以因此能看到旁边的是 圣杯二的正位 所以等于说这个人 他真的会去就是放弃原本的关系就对 然后会去找新的对象 那当然其实也可以知道说 当他在找新的对象的时候 他也是真的换得还蛮快 他并不会因为想去等上个对象 然后就等了非常的久 所以表示说这个人 其实他也没有到多痴情 他这个人其实就是真的蛮活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就是活得还蛮快乐 就是说他希望他自己开心就好 然后他自己觉得可以接受就行了 所以似乎这个人的话 想要找所谓的替代品 或者说可能想要找什么样的新对象 对他来说真的是易如反掌 所以似乎这个人 当他在面对说吃醋的情况的话 反而会是有点像是有那种 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的话 这个人就会去找新的人 或者说会有投吃 或者说会有备胎的情形 那如果说是你们单恋呢 或者说暧昧中的话 可能要特别留意了 对方可能就会去找别人聊天 然后去继续发展他的备胎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以上选到这组牌子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没有帮助 或是让他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需要预约 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 第三组牌组的朋友 那么在神域卡的地方 所要给你们的讯息就是 你更高的力量 不管你怎么描述 是一种爱和保护的能量 你是被爱和保护的 然后让清 就是说认清你的恐惧 你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 相信你自己 我受到爱和保护 当月球周期达到最后一组新月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黑暗的月亮已经接近了 美丽的新月的新开始也是如此 这是我们放弃抵抗的机会 投降放手 要自信的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需要来自宇宙的一些的支持 这种支持的话 是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 感觉受到保护 不送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帮助我们获得勇气 释放需要去做的事情 那么再就是在神域卡的地方 所要给予你们的资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往下看 就是在验证牌的地方 你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是什么 好那这的话 其实从牌面上看起来 似乎你其实在目前 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 你应该算是还蛮满意的 只是有时候你会对于说 目前这段关系中 你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甚至你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然后你会有很多 觉得说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有一张皇帝牌的逆位 那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自己本身的个性 会有一点想去控制每一段关系 也或者说会希望 可以明确知道 这段关系未来的发展呢 或者说是未来的走向 可是因为我们这边 抽到的是皇帝牌的逆位 也就意味着说 这段关系 其实现在目前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超出你原本 所预计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是完全在 就是没办法在你的掌控之内 可是因为我们这边 有抽到的是圣杯六的正位 以及权杖逝者的正位 就是权杖歧视的正位 所以就意味着说 其实你对手目前状态关系 虽然不在你的掌控之内 可是对方对你还不错 对你也很好 然后会照顾你 会去倾听你的心事 然后会去倾听你的心声 会去在乎你的感受 甚至也会非常的愿意 花时间陪伴你们 然后跟对方间相处的话 目前呢 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算是一个相当高度暧昧的人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 属于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 那么当然这种关系的话 其实你们能够去参与到 对方的生活圈 或者说能够去清楚知道 对方目前的他的生活 究竟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或者说可能在想什么样的状况 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说对方都会愿意 跟你们去做分享 那当然其实你们会非常愿意 可以跟对方呢 就是分享很多 你们自己生活周遭的事情 所以因为呢 就是说我们目前这段关系之中 唯一一个最大的坏处 就是说你们真的没办法去掌控到 这段关系里面 虽然有时候这段关系 会偶尔有一种大起大落感觉 可是对方有时候 也会愿意去主动的低头 或说去主动的来去认错 主动来去拉近 你们这段关系之间的距离 所以非常可以知道说 对方其实他似乎 也是真的蛮在乎你们的 蛮喜欢说让你这段关系 是可以继续稳定的发展 然后再也就是旁边抽到 中间的权杖骑士的阵位 所以表示说这段关系 两人之间都还是蛮有机会 可以见到彼此 无论是你主动还是他主动 其实两人之间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就是很希望 两人之间的相处 实际上相处的机会 就是不要断掉 就是继续保持在这样的一个 和谐的状态 让两人的关系之中 是能够继续的维持 所以至少关系里面 你们相处上 算是一个还蛮不错 然后就是唯一的一个坏处 就是真的没有办法 如你所愿的 所以至少关系是好的 好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验证牌要符合 或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就是他会为了你吃醋吗 那这样的话我们抽到的是 女帝牌的正位 还有权杖式的正位 所以意味着说 其实目前看起来 似乎你们的这段关系之中 其实现在本来就是相处的还不错 两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是现在一直都处于 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你们只是非常好奇 对方他究竟是会为了你们的吃醋 所以就是才来做这一个占卜 好那么其实从排面上可以知道说 当然你在对方心目中 其实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存在 然后你们其实会能够给对方 一个还蛮大的安全感 那当然在对方可能遇到 有需要协助 或说可能需要有人可以去帮助他 或说希望有人可以去照顾到他的时候 其实总是会由你来去帮助他 或说来去协助他 或说去给予他所需要的那些的关怀 或说给予他一些更多的安全感 所以当然你在对方心目中的话 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避风港 似乎也可以知道说 在对方心目中的话 其实他也是真的非常的信任你们 会把你们当成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或说也可以是一个唯一 甚至呢看到旁边的权杖式的正位 也可以知道说 对方把你当成是一个 似乎是另外一半 或者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友人朋友 这样的一个性格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就算对方可能现在目前呢 他如果说真的没有给予你们任何的 承诺或说没有给予你们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结果的话 那其实在对方心里 他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准另外一半 或者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 那接下来看到旁边的保健期的逆位 所以呢 其实对方如果说你真的 有做什么让他觉得会吃醋的话 其实他一定会吃醋吃到爆 然后他就是 他可能会当下觉得会有点错愕 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这么做 或者是为什么你会让他有这种感受 那后面的话他其实会直接跟你说 或者说会希望呢 从你身上找到一些答案 甚至他可能会直接问你们 就是想要知道说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做 他会直接的去问 他就是不会想要去欺骗呢 或者说也不会想要去惹你们不开心 就是说其实对方他算是一个 蛮真诚或者是说蛮诚挚的 就是他当他面对一段关系的话 或是面对你们的话 其实他也不会想要去让对方担心 或者说他也不会以德抱怨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似乎对方他确实会为了你们而吃醋 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就是不要让这个人伤心 或者说不要去伤害到这个人 他对于你们的好感 好 那接下来去往下看 就是说如果说他真的吃醋的话 那么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呢 那首先的话我们这边唯一抽到的一张的真卫牌 就是钱必食的真卫 那如果说对方他真的吃醋的话 其实他会反而会去更加的紧密 去让你这样的关系变得更好 或者说会一直黏在你们身边 甚至呢 他反而会想要去买礼物啊 或者说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好 就是他会希望说从他的工作之中 去找到所谓的安全感 甚至他可能想办法让自己有更多的金钱 因为他会觉得有钱的话 那其他也会觉得有更多安全感的这样的情形 那但有一部分的人的话 他可能就会想要去多花钱 然后去透过花钱的方式 是可以找到自己心中所谓的那种的舒适感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如果说真的他有遇到吃醋的情况的话 他可能就会找身边所认识的人 所信任的人去跟他们讲说 现在所遇到这样的状况 希望他们呢可以来帮助他 然后或者是说可以让他的 去帮他一起调查说 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旁边的是全杖九的逆位 好那就是似乎对方他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定会去调查清楚 会想要去明确知道情况 他就是不会在原地等 他也不会一个人生闷气 他就是会可能到处跟所有的人说 然后或者是说去请别人帮助他 去帮他去分析 或者说去知道说为什么 想去厘清说 为什么会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甚至他可能会去找他身边更多 很要好的朋友 希望呢 让他自己可以去把这种郁闷的心情 或者说这种比较不开心的情绪 是能够舒缓 或说是能够去缓解下来 就是说不会在让自己的心情上面 一直都处于在那样的那个漩涡之中 所以似乎这个人其他也会透过行动 或者说透过不一样的方式 来去排解他心中那种比较郁闷 或者说可能比较不好的感受 他就是不会把自己的情绪 一直都困在那个不好的当下 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在心情上转换 也算是一个还蛮有不错的犯法 不过看到旁边的前壁五的逆味 所以可以照说如果说对方真的他也是有吃醋的情况的话 其实他也是会让自己跟对方保持一点距离 或者是说就不会去那么在乎这段关系之中 就是这个人他会有一个还不错 就是说他会希望说以他自己为主 或者是说会让他自己不要在那样的一个情绪之中的话 那当然就会让彼此之间保持一段距离 那如果你们是属于暧昧中的人的话 那当然对你们来说可能会去 对方对于你的好感 或者说对于你们之间的一个未来会有所打折扣 就是慢慢的去减少对于你的依赖感 那这样好这样的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 在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交往在一起 或者说发展更好的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的话 其实这个影响力就会比较小 因为你们本来就一定是在一个关系之中了 但如果说久了之后 当然对方就会反而认为说 你是不是他要的人 那其实在前期或说偶尔的话 其实这个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对方反而会继续就给你一点空间 那就他就会去找他的好朋友这样的情况 然后你们就觉得为什么他最近要找他朋友 为什么没有来安慰我 或说为什么没有来去关乎 在乎你们的这段关系 那其实你要换另外的方式 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自己本身 要做什么让他觉得很不开心的事情 他会觉得那既然你们都不想要了 那就先让彼此保持一点空间 好那这样的话呢 以上选到这组排组的讯息 希望对我们会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我们有帮助 或说让我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有需要预约各种付费占卜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有痒痒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